那自6月1日起 本省的一般最低工资将会上调至17块4 那大约有24万名打工人士受惠 有餐饮业界表示 人手成本上升 难免要加价维持营运 这个星期六起 本省一般最低时薪将从目前的16.75元 上调至17.4元 升幅为3.9% 相等于2023年本省平均的通胀率 有上班族就表示 这是个好消息 但认为人未追上通胀 那好啊 当然好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增长的话 就是物价涨得更厉害嘛 是吧 包括现在这个月票什么的 都比以前涨多了 我16年来的 我觉得现在涨很多钱了 工资没怎么涨 对 你觉得这个17块4毛 够吗 肯定是不够的了 是吧 但是涨总比不涨要好 我们这边就是餐厅做一点 什么都做一点嘛 反正也最低薪水了 像那些小费 这也可以 生活反正也很难的 我工作在一間泡泡酒店 這對我來說是好事 但也就是超級市場的貨幣 也很快速升降 所以我還不太開心 但我覺得這就算好 我喜歡這間餐廳的價值 我覺得這裡的食物價值更加更好 有人歡喜有人愁 增加最低工資 可能對於一些餐廳酒樓老闆來講 是個壞消息 被市場亞洲餐飲業 東煮商會會長鍾日剛表示 增加最低工資令其下酒樓營運成本增加 通脹下市民消費力也明顯減弱 所以就算加價 小菜幾點心 都只敢加一元和幾毛 現在人工多了 你生意這麼多 不如這樣吧 你減給他人 喂 他又說不行 一百個便是不行 所以很難做 我也想 怎麼辦 起價 起了價 那些消費者最大影響 但他們OK 我可以不來吃 在家裡多煮兩餐 有些說我怕我來吃 我們吃少一點 最後影響的都是我們 吃少了我們又不夠貧 不來吃更死更弊 那你是不是很慘 神父表示今年是第三年 將年度最低工資升幅和通脹掛鉤 神父在今年二月修訂就業標準法 令最低工資的增長 可根據上一年本省的平均通脹率而自動調高 為雇主及雇員提供明確和可預測的薪資增幅機制